以后每条影片 我都会在片头里 和大家介绍一只实体软件 今天和大家介绍这只新出 也不是新出 是新出 就是罗敏庄这一曲送给你 这一只是2019 Remake 是Rock E-Music 大师歌评码Kivy 重新再製造的音响效果 都会更好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 早几个月和大家介绍的 New Prime 旗舰 Evolution 的 Monobox 是一个Class A 加D Hybrid 设计的确计机 有后级自然 不然有它的Source 的部分 所以今次就和大家介绍前级 空运到港 就是Evolution Deck Hello 大家好, 我是郭仁 欢迎来到feverSound.com 今天和大家介绍的产品 就是New Prime 它们的新旗舰解码Depri 就是Evolution Deck 这部机器刚刚新鲜热热 就送到来香港 亦都是厂方 一终结尾整个产品 就送到我们的试音室试 所以试过来太快乐 太开心和太心急 就没有拍到开箱 所以这条片我就没有开箱了 但其实它的配件都和后级一样 不和大家再开箱一次了 反正就想和大家介绍一部机器 如果有玩开New Prime 或前身New Force 都应该对一个U 大概一个U的尺寸 就不会感到陌生 里面的机器其实都是一样 有Source Select 有LED Dot Matrix的显示 和有Warm Control 就是这个IC电源插 可以换Fuse Fuse 很重要 稍后讲 接着有关卡 给你玩地盒用的 接着有USB Input 很正常 接着HDMI端子的I2S 配合自己的CD transport 其实就完美了 接着有两组数码 RCA 的SP DEV 数码同族输入 两组TOS LINK 光纤的数码输入 一组XLR端子的ASC View 数码输入 接着再下这里 接着是Analog Output 有两组 两组都可以同步输出 分别是Full Balance 以及RCA 的输出 还没了?没了 既然能称呼上旗艦作 所以设定上都更丰富了 进入Menu, 我有几个选择 记得这选择可以影响到声音 看看设定如何玩 由于手机本身没有按键 有, 有两个Sauce 和Wallum 按键 但设定都要靠REMOT 按Menu, 你可以看到不同的设定 首先是Sampling Rate Adjust 现在看到Off是Native 直接播放 当然可以升 升就很厉害 对了, 705 768 好, 若然你想转DSD 没问题 这个Single DSD DSD 64 22.6 24.6 我相信这个真是前所未有的高度 不是开玩笑 接着这个, Digital Filter 有很多款式的 其实我们一般来说 都是选Minimum Phase 会比较好 Minimum Phase 其实在图表上不算最美 但在听感上, 很多发声音乐都喜欢 Output Level 这里就简单了 WOW! 很简单, 不需要犯太多 我搜索了下面 如果你是直接播放后级的话 你要用Wallum Control 当然是一个Digital Volume Control 但一个很漂亮的 Digital Volume Control 你就要调用Variable 可以调用Wallum 但如果像我现在, 这个时刻 直接播放入合平式确温机 有Wallum Control 你就不需要用Variable Variable, 你可以用Fix 但这个Fix 其实效率比较大 比较大, 也挺厉害的 所以它有一个叫做Half Fix 这个会比较小 你根据你自己的合平式确温机的灵敏度 然后再选一个对的 其实很简单 它的Full Output 其实就是Wallum 99 它的Half Output 就是Wallum 87 其实就是这样 所以你可以调用Variable 然后自己选一个适合的Live 来夹合合平式确温机 好, 主要就是这个设计 New Prime 是一家厂家 拥有自己做科研 和编写程式的能力 来到Evo Deck 当然也是秉承着这个技术 首先就是 机内用了 Ess 9038 Pro 这个解码芯片 这个旗舰的解码芯片 来做解码 但要留意 如果大家知道Ess的芯片 其实它是用一个6bit的芯片 所以New Prime 工程师 就有自己的PSRC IC 这个IC就是它们自己里面 做一个FPGA的程式运算 就会将我们所有的数码 source 它都会是经过它们自己的FPGA 运算完之后 就会最后变成一个6bit的讯号 配合到9038 Pro 的Core 里面 令到整个声音不单止得到更好的掌握 而且质素亦是发挥到终极的 亦是因为这样 所以在机器的设计里面 便可以给你教评 究竟我怎样要做声频 而很多解码 我相信玩开的都知道了 很多解码都有所谓的声频给大家玩 可能你会发现 Native 其实是最好的 为什麽呢? 例如动料、CLICK CLARK 之外 品牌、二手架之外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它们自己写的声频 究竟是否真的可以真真正正地 将音质提升 这个就不是每天做得到 每天都可以做到转换了声频 声频 但不是可以提升声音的感觉 或者质素 机里面主要有一个AC filter 这个AC filter 是很小的 可以将100kHz 至5MHz 这个范围是极高频的速音 可以减低最少20dB 另外供电方面 当然会有一个analog power supply 它们用了两个C-Sum的analog 火牛 也独立加了金属的屏蔽 另外有部份放大 它们用运用运用放大器 OpM 来做 安装了IC 阻 当然大家不要乱改了 这次用了一个音乐性表现 比起数据表现好的OpM 今次做了一个比较大胆的尝试 就是希望 除了在音质方面 可以取悦到用家之外 在调声方面 都可以令到大家觉得更加之正 我一定用它的数码输入 我亦选了USB 输入 因为USB 的确定是最高 高到一个点 就是去到DSD512 它都能吃到 当然DSD512 要放在PC 里 要安装软件 用Mac OS 的机器就不可以 我现在用Pekast M5 是一个 Audio Renderer 的 host 亦能吃到DSD128 完全没问题 还有一个东西 这个USB 输入也支援MQA native解码 所以如果大家对MQA 喜欢 这部机器亦可以让你玩MQA 这部机器对电源相当敏感 老实说 这部机器如果大家想玩 换个漂亮的Fuse 对它的帮助是非常明显的 大代理方面都知道 所以借给我的这部Evolution Deck 已经换了Powerhouse的 8000系列的Fuse 因为他们试过了 觉得8000系列的Fuse 尤其是最合适合这部机器 8000系列的Fuse 便宜一点 New Prime 的特色 其实从来都是以高速、干净、多细致取勝 所以如果有些人觉得 它感觉很现代的样子 其实声音感觉很感情 那我可以跟大家说 完全可以放心 因为这个声音密度和细致都相当多 但说真的 它的确不会有太大的Colorration 例如Tonal Balance 的改动 或者音色的改动 不多的, 的确不多的 但放心 不会韩声、薄声 不会冷冰冰的声音 其实跟它的样子不太合格 你一定要玩它的声频 不是这么说 应该要玩它的声频 不一定 因为始终机器不同 认为一定是选升去DST 那个Path 会更加平衡 那么升到什么级数的DSD 我自己会选升去DST-128 所有东西的感觉会是最适合的 当然再升上去 其实声音会一直磨滑的 可以听到顺滑感 流畅感和密度都很高 但是声音的能量 迷身感就会相对上比较平衡 所以我会选择DST-128 这个声频波介乎能量、质素 以及整个音乐表现上是最好的 当然你要转的话很简单 不喜欢这种声频的话 在标准按键就可以转 这个不是一件难事 不过整套机 有一件事我认为可以做得更加好 就是它的Eflation Deck 它的输入就是全部都是数码输入 它也能卖到一定的价钱 如果能够在这部机器里 加一组线输入给我这么多的话 我觉得就会更加能够照顾到用家 今天跟大家介绍 New Prime 最新旗舰作Evolution Deck 这个Depri 介绍到这里为止 喜欢我们拍片的朋友给个赞 未订阅我的频道记得订阅 订阅后记得按下频道旁边的小铃 有新片出来,你们有成人受通知 下次再谈吧,好的,拜拜 就会有 controls 这个制作者布恩惠 继续执